27号是石门国小忘年感恩系列中的关怀独老的活动 带着六年级的学生是到监陆里独居老人家中 带上了直笛为长辈演奏 世慕感恩每年石门国小都会带着孩子 在年中走入社区关怀独老 今天石门国小六年级的学生带着直笛来到监陆里独老家中 为独老们演奏 而里长带着学生与校长走访一边欣赏学生们的演奏 感受到感恩的气氛 也相当感谢学生们带来这段独老们难以见到的演出 这个是我们学校结合社区这样的一个对独老一个尊敬 小朋友的卖力的演出 成如刚刚我们赖先生讲的没有办法在外面看得到的 是一个很好的活动 像我们赖先生他今年83岁你看不出来 他是真正经过金门823炮战的战将回来的 回来当初的时空背景不一样 属于真正的是一个独老 是一个让人家尊敬的长者这样 平时在邻里的相处都是蛮亲切 蛮和爱可亲的 在里长与校长的领头之下 学生们准备走访监路里的四位独老 首先执笛先演奏出耳熟能详的望春风 里长与独老们甚至还一起打着拍子搞歌还唱 还有第二位走访的独老还是经历823炮战的长辈 藉由关怀长辈与独老聊天 认识更多不一样的人生故事 我们十门国小每年都规划办理感恩望年的系列活动 那继上周呢我们把书送到孩子家送到社区之后 这个礼拜呢我们来关怀我们社区的独居长者 这些长者们的智慧和经验是值得我们孩子来学习的 那借由这个机会也让孩子能够了解到说服务社区 然后我们长辈关怀的一个重要性 这次十门国小每年都会举办的岁末望年感恩系列活动 每年都会有不一样的表演或是关怀项目 今天由六年级的孩子带来两首质地合奏曲目 以及学校准备的物资 希望教导孩子行有余力 可以发挥自己的所长 关怀需要关怀的人 让社会变得更温暖 这家料品行 学习们采访报道